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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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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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投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더� 괜赞 惊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手术后起码要隔离观察 四十八个小时 你守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陪陪他 有我在这儿 他肯定能感觉到 陈小姐 你对张家自己的屡造不错 有什么看法 陈小姐你许怕 你管是你们看的 走开上了职务人 你还是不能嫁及张家 还是欣贵夜郎准备放弃啊 走开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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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走开吧 陈小姐 请留我过 说两句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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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赶紧回屋休息吧 你和老爷俩人的命 怎么这么苦啊 好不容易一家人要团聚了 偏偏又出这种事 老爷当初 是什么惨量子 就不太短 我想都不敢想 反正 林先生送茂雯回来的时候 茂雯吓得连话都讲不出来 真是可怜死了 那茂雯呢 他现在怎么样 好不容易给他哄着了 这就好 小姐 你坐下歇会儿吧 小小姐 你这事干什么呀 小姐已经够烦心的了 她烦什么 有主心骨在旁边撑药 我看她神气还来不及呢 这些小包记者 什么混账话都变得出来 你少装了 有照片为证你赖不掉的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张伯伯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在这儿 这种时候跟马文豪搞东搞西的 你对得起张伯伯吗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你一直不让我跟马文豪交往 说得真好听 什么马文豪不适合我 原来他只适合你一个人 小小姐 你怎么这么说小姐啊 他 他都是为了你呀 是 他都是为了我 我二姐为了我不上马文豪的贼船 他甘心牺牲他自己 先把马文豪身边的空补上 是不是啊 二姐 你 小姐你 宝 宝伯 我 为了马文豪 你可以对自己的亲妹妹 下这么重的手 也难怪你可以为了她 抛弃张伯伯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不想再有你这样的姐姐 宝伯 小小姐 小小姐 宝伯 我 我 这刚怎么了 先下去吧 建林 你 连你也要为了那些无聊的小抱审我吗 你看看吧 看完以后 你就没时间跟宝林生气了 莫白出事不到一天 齐满轩就到处煽动 要开股东大会夺权 是啊 他们行动是够快的 对了 警察局那边抓到 害莫白的凶手了吗 我去过了 他们还是坚持说 场面很混乱 插不到身下的手 现在决定以意外处理 意外 这也太糊弄人了吧 这又不是街边 蛊惑仔火匹 这是在这么多警察 眼皮底下发生的事 要说查不出 只能是说有意暴毙 吕落虽然被调查了 可是他在警察局的事里 还是在的 我看这件事 把证是经过吕落的默许 才会发生的 这些年 齐满轩为了多冬亚 不知道跟吕落 动了多少脑机 这眼看着莫白 就要无罪释放 重新掌权 他们就慌了 所以出了杀招 坏了 要是他们在此下手 你放心 医院那边 我可以增派可靠的人去保护 好 谢谢 不管是谁 我一定要替莫白讨回这个公道 莫白一定会醒过来的 到时候 我要把东亚完完整整地还给他 可现在齐满轩是第一大股东 张莫白是第二股东 你打算怎么做 联合其他股东 争取他们的支持 办得不错 谢豪哥夸奖 说起来 医院里那些八卦记者好安排 至于采访齐满轩 我可是动了翻脑筋的 要有名气 而且 非得是齐满轩信得过的 想来想去 我就找了上次水荒事件中 被齐满轩收买的那个刘记者 后来他不是生了那个财经晚报主编吗 幸好那个姓刘的好打发 给点钱就办事 三句两句一窜走 齐满轩就放出大话 要把张莫白赶出东亚 取而代之 有了他这只出头鸟 打上张莫白的事 就有人替咱们背黑锅了 你狂什么 你要是真会办事 张莫白现在就应该躺在棺材里 陈嘉林就迟早是我的女人 现在呢 我还得天天提心吊胆的 去医院装孙子 多一句话都他妈不敢提 是 是 是我办事不周 我马上派人去医院 这就做了他 回来 现在ICIC正盯着呢 你想找死啊 是 那 别啰嗦了 让你去召集那几个小股东 你办的怎么样了 正要跟豪哥说呢 就今天中午 定在德庆楼 我已经安排好了 叫司机飞车 是 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 在门口候着 这出戏最重要的是一个城子 咱们一定要做足了 是 张董事长惨遭不幸 东亚逢此俱变 各位股东不离不弃 我马文豪 代表张董事长和东亚同仁 敬各位一杯 来 来 博老板 这个事还是你说说吧 我们都知道 马先生对张董事长 是忠心耿耿 我们对他也是讲义气的 他进去一年多 外面那么多的传言 我们都相信他 没有抛掉股票 但是眼下东亚的局势 张董事长 我们是指望不上了 齐满轩 我们又都信不过 所以只有把股票抛掉 走人了 是 对对对 是 各位的难处 我理解 但是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现在你们一起刨手 消息传出 就会引发市场恐慌 弄不好 东亚就彻底垮了 各位手里的股票就会 烂在手里 成为一落废纸 是 现在的东亚 群龙无首 谣言四起 除了齐满轩 跟张董事长斗气 谁还愿意 蹚这趟浑水 那我们的股票 怎么能脱手呢 这怎么办呢 如果大家愿意 我马文豪 愿意接手 各位手中的东亚股份 这还好 我看是 那我们当然愿意了 不过 马先生 为什么要蹚这浑水呢 我跟了张董事长十年 眼看着东亚 逐渐强大 有了今天的规模 现在东亚有难 我马文豪 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 是啊 是啊 马先生真是有情有义啊 我们佩服 既然马先生 帮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忙 转让价格嘛 好商量 只不过是 马先生 一时能拿出 这么大的一笔资金吗 既然大家同意 我们马上就可以签订一小书 至于资金大家可以放心 只要在下周股东大会前股份过户 资金就会到账 我马恩豪做生意 一向喜欢迎货两气 干干脆脆 好 咱们一言为定 来 干杯 干杯 来 只要这些股份一过户 豪哥 您就是东亚第三大股东了 那好 那钱呢 不是还要从东亚挪吧 最近连署盯咱们盯得很紧 恐怕不好出手吧 码头上那批货已经压了很久了 应该可以出手了 你去安排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陈小姐 现在我已经不是东亚的股东了 再跟我说这些恐怕有些不妥大 您的股票转让了 王老板 您可是东亚的老资格股东了 不光是我 很多小股东都把股票转让给马文豪了 他现在是东亚的第三大股东 要想在特别股东大会上跟齐满轩斗 恐怕只有马文豪能帮你了 豪哥 豪哥 刚才人事部的主管找到我 说这份解聘书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 我就是要撤了齐连府的副总裁 那小子是没本事 您要是实在看他不顺眼 咱们可以找个什么茬 慢慢降他的值 也不至于这么得罪齐满轩吧 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你就不怕下周 齐满轩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针对你 他现在可是第一大股东 您只是代理董事长 他要是一不高兴就把您给免了 你别忘了 我可是第三大股东 但您的股份只有他一半 那也合不了他的 如果我跟第二大股东联手呢 那陈小姐可对您感激不尽呢 喂 好 我转告他 华哥 您敢真是料事如神 陈小姐要见你 约在哪儿 张莫白的病房 妈 喝点参茶补补身子吧 不用你来伺候 我这辈子最担心的就是莲府的前程 现在他好端端的工作 被你妹妹给搅黄了 你只要劝劝你的妹妹少来害莲府 比你给我喝什么参茶都强 妈 我 怎么了 我说你两句都不行 睡晚给我脸色看呢 妈 我没有 雪凌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不是病了 我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妈 我们先走了 就是你该宠的 早晚把他养娇了 不拿你当回事 妈 我马上就回来 你先休息着 怎么会来 他就来 你带来 带来 带来 人家 我 你带来 我 在带来 再带来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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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带来 带来 这带来 我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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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帮你 但是不知道 你肯不肯给我这个机会 马先生的口气果然硬了 也难怪 无声无息的 就成了东亚的第三大股东 看来明天的董事大会上 想趁莫白受伤 打东亚主意的 不只是齐满轩一个人 你错怪我了 我是真的想帮你 老板现在是第二大股东 我们两家股份加起来 远远超过齐满轩 足以控制投票结果 所以只要你跟我站在一边 齐满轩就算他召开股东会 也控制不了东亚 当不成董事长 听起来很诱人啊 但是你还没开价呢 陈小姐这话说的 好像我是在跟你谈生意似的 不是吗 好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就不再遮遮掩掩的 我只有一个条件 离开张茂白 嫁给我 什么时候不称老板 直呼齐鸣了 改天茂白醒过来 你是不是又要改口了 嘉林 我马文豪不是个反复无常的人 在爱你这件事上 我跟张茂白是平等的 没有尊卑之分 趁人之危 占一个女人的便宜 还不算是小人 嘉林 你不要意气用事 跟我合作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知道在你心中 东亚有多重要 为了东亚 你曾经牺牲过太多 甚至是你的初恋 所以你是要我再牺牲一次 你这是在求婚 还是在做生意啊 说是谈生意也行 本来嘛 婚姻就是一纸合约 但是比起张茂白 我至少有明媒正取的诚意 我愿意付出我全部的爱 去保护你 当然 首先就是为你保住东亚 作为回报 我并没有要求你立刻爱上我 我只要求你给我一个爱上我的可能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爱我 这么有自信 张茂白等到了 我一定也能等到 而且 而且什么 前两天的八卦新闻里 全香港都已经知道了 你背叛了张茂白 跟我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出来辟谣 只会让人觉得 你这个人反复无常 所以你现在是在威胁我 你以为我是一个几句话 就会被吓倒的女人吗 我只知道 我们是同样的人 是为了实现目标 可以打落牙齿 祸血吞的人 好了 我说的够多了 我想 不管是作为一个女人 还是一个生意人 你都应该结束我的提议 你还有两天的时间 我等你的答复 我们就不作为一个女人 不想字幕 林水 看起来 不是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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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没有 你说 我 如果 我 去中环 官律师办公室 好的 华哥 您真是神机妙算 刚才叫你去找官律师 他怎么说 我按您的吩咐告诉他 他跟东亚之间的 长期法律顾问合同 还没到期 所以股东之间 股东跟东亚之间的 法律纠纷 他应该回避 不然东亚可以告他 无视利益冲突 损害东亚利益 弄不好 可是要被吊销执照的 他怕了 那还不怕 他马上乖乖地答应 如果陈小姐去找他 他绝不出面 要是陈小姐也这么好对付 那就好了 要那么容易 我倒还觉得没劲了呢 走 您请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看你这样子也不像有病 还浪费钱去什么医院 妈 雪凌她不是生病 她 她怀孕了 什么 怀孕了 我没听错吧 真的吗 雪凌终于又怀上了 真是太好了 雪凌啊 你妈这些年少将百夫没白费呀 雪凌 你一定要争气 给连府生个儿子 啊 到现在 七家还没有哪一房生下孙子 我们这房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了 明白吗 明白了吗 连府 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打电话通知你爸爸 哦 好 雪凌啊 哎呀 快坐下 快快 哎呀 雪凌啊 老爷回来了 雪凌呢 哎 雪凌 哈哈 我要见见我们家传宗借代的大功臣呢 啊 老爷 瞧爸你高兴的 已经派人去叫了 啊 好 哦 爸 还不一定是孙子呢 您别给雪凌那么大压力 我就看不上你这种垂头丧气的样 难怪马温豪把你给开了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行了 你别在这儿瞎搅和了 一切听我安排 爸 您来了 我给您沏茶去 雪凌 你现在怎么能干这个 来来来 快点坐下休息 雪凌 快坐 雪凌 我给你找一个最有经验的大夫 就定期上门给你检查 好 我呢 再给你们 再给你们派一个厨子 一个女佣 专门伺候你们雪凌 以后雪凌的一切开销 尽管到我那儿去知 千万别给我省钱 快谢谢爸爸呀 谢谢爸 谢谢爸 谢什么呀 你到时候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在家谱上还要给你大些鸡鼻呢 老爷 我最近真是时来运转 东亚银行马上就要接手了 再接着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就什么都齐了 雪凌 我看你这个面相肯定是生儿子 我的眼神绝对错不了 不会错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爷 老板 老板 您看看这个 好 老爷 出什么事了 陈家林向法院起诉了 说要取消董事会 爸 您不是东亚的第一大股东吗 按照章程规定的话 您应该有足够的股份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是哪出问题了 还不是那个女人抓住了把柄 说 我没有书面通知张墨白 违反了程序 要求法院取消会议 这不是胡笑蛮缠吗 要我说 反正张墨白现在已经是个职务人了 咱们就通知他一声救世了 他也不会来 这个会啊 咱们召开不悟 我想起来了 当时订公司张成的时候 张墨白有意地强化他对东亚银行的控制 而且现在的张成规定 像召开这种临时股东大会 必须要经过他的书面投意才行 可是张墨白现在昏迷不醒 就没人签这个同意书 那这个临时股东大会就没法召开了 可不是吗 瞧见了吧 你妹妹是变着方和咱们齐家过不去呀 本来等你公公重掌东亚之后 马上就给连府安排工作 这下好了 全被你的妹妹给搅黄了 你说雪灵干什么 这又不是雪灵的错 雪灵今天怀孕的消息 那才是大事 你去德庆楼 定一桌报仕宴 是 雪灵啊 我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 这就是你对我的答复 这样一来 改选董事会的股东大会 就会被无限制地延迟了 那你跟我的那笔交易 也就没有必要了 人家说女人太聪明是件可怕的事 现在 我总算是相信了 只有想欺负女人的男人才会这么看 对了 这件事还得感谢你 正因为官吏师不能出面 所以他推荐了熟悉公司法的专家施律师 这招好棋啊 就是他教我的 你以为自己棋高一招 齐满轩是不会就此罢手的 二十多年前 张茉白从齐满轩手里抢走了东亚 这个仇 齐满轩他一定会报 现在你向他宣战 从此 你们就是你死我活了 马先生 其实眼下 不管你是不是跟我合作 在齐满轩看来都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 齐满轩打的什么算盘 你自己也清楚 你刚才也说了 他一心想独霸东亚 他想把银行变成他的私产 你说 他的眼里能容下其他的大股东吗 这也不一定吧 只要我不妨碍他 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这话恐怕连你自己都哄不过 齐满轩最擅长的就是过河拆桥 这个 不用我提醒吧 其实这几年下来你背着墨白 也帮齐满轩做了不少事 你 所以墨白出事后 齐满轩在捧你 带领董事长的位置 可他信任你 给过你实权吗 我听说 要紧部门里的人 早就全换成他的人马 任命书到了你这里 你要不签都不行 其实银行里上上下下都知道 你早就被架空了 齐满轩 无非是把你当成正式夺权钱的一个过渡 一个傀儡 你说了这么多 吴飞就是想拉我下水 跟你一起斗齐满轩 那我有什么好处 东亚回到正轨 你手上的股票升值 这是不是好处 而且 墨白跟齐满轩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人 你帮他挡了一颗子弹 他记了你十年的好 在里面 警方怀疑新加坡分行洗黑钱 要不是墨白咬住 早就查你了 我是因为墨白相信你 才没把这件事情在银行里提起 不过 要是银行变了天 我可不敢保证 有人会不拿这件事做文章 行 这个生意我做 你我联手 西脉轩 休想强 这是 银行火 我能不能处理你 我从你战舶的时候 我嫁进齐家这么多年 从来没看过老爷为谁夹过菜 你可真有福气 这边 这边 谢谢爸 不用客气 吃吧 你们也吃 都吃 都吃 我活了五十多年了 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玩的 我没享受过 现在是年纪越来越大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有一个大孙子 你看我 那几个儿媳妇 我肚子就是不争气 生了一屋子的丫头 雪凌 现在爸就指望你了 你一定要给我生一个大孙子 到时候我的产业至少一半 我全都留给我这个孙子 肯定没问题 雪凌的肚子一定争气 其实上一回咱不就是个儿子吗 说来说去啊 还是怪那个陈嘉琳 好好地没事跟我们斗什么 和老爷斗 害得咱们断了水 害得雪凌流了产 妈 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雪凌啊 陈嘉琳毕竟是你的妹妹 她呢 一直要跟我对着干 我作为一个长辈 肯定不会跟她一般见识的 我知道她现在一直这么闹 也是因为担心这张墨白万一不行了 他们母子孤儿寡母的 将来没有个依靠 老爷啊 你怎么帮着那个女人说话呀 雪凌啊 我呢 有个想法 你可以出个面 说服你妹妹 把张墨白名下的股份让给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她在价钱上吃亏的 张家现在败了成这个样子 他们拿了这笔钱之后 母子下半辈子的生活 好歹有个依靠啊 谁说不是呢 我这个妹妹 从来都不会给自己留后路 说了她多少回也没有用 不过 嘉琳她死心眼 性子又倔 我不知道能不能劝动她 反正啊 我呢 是一片好心 是为她们母子招想 她要是答应了呢 对谁都有好处不是 只要她拿了钱不再闹了 东亚就等于是齐家的天下了 到时候我是董事长 莲普当总裁 我呀 要是不在了 东亚就留给莲普和我的孙子 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总裁夫人 你说好不好啊 好好好 莲佛 快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雪林 还犹豫什么呀 为了老姑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也得去呀 好吧 那我去试试 最近执行医科的同事 在调查中发现 吕洛很可能与走私团伙勾结 以给他们提供便利来牟利 林寺 我现在派你接手调查这件事 Yes sir 医科的同事说 这个走私团伙在海边仓库 最近有一批货要出海 你要抓紧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看看能不能以此为突破口 Yes sir 我今天就去摸摸底 那个箱子搬过来 往这放 大哥 你们这招工吗 你在码头干过吗 就你这样能不能装船啊 我以前在海边这个码头做过装卸工 我会看一点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货要出海啊 最近是有一批货正赶着出海缺人手 你干吗 我干 如果想干到那边报名去 我这就去啊 董总快点啊 接着搬 对不起啊 快点搬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怎么你走路不长眼睛啊 阿良啊 怎么是你啊 我瞎求 瞎求啊 我瞎求 瞎求啊 你怎么不当警察了 怎么 怎么穿成这样 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你了 在码头嘛 当然穿成这样了 不过倒是你 西庄阁里的挺奇怪的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来这干嘛 我租了条船 跑跑航运 也就是挣钱养家嘛 你行啊 都当老板了啊 那这样 今天晚上你请客 你也看到了 我挣点钱也不容易 你 你怎么还这样 一提到警客就开溜你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晚上不让你请客 咱们俩十多年没见了 我带你去见见老朋友 走 我真的有事 走了 我小时候 是 我其实是 那我带你去那边 我这边 我还没见到 你也不不过 我还没见到 那边 我还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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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还没见到 我真的 我还没见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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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有人愿意高加收购 是齐满轩派你来做睡客的吧 什么睡客 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呢 难怪不需要我帮大姐夫找工作 我猜齐满轩许诺过你 事成之后让姐夫在东亚官复原职 佳麟 你别想歪了 我却是为了你好 张莫白现在都那样了 根本就管不了银行 这银行让谁管不一样吗 你把股票让给我公公 真金白银地把钞票拿到手 那不是更好吗 东亚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不光是为了莫白 也为了爸爸临终前的嘱咐 这 我不想我们为了各自背后的男人争起来 把最后一点姐妹情分都消磨掉 大姐 你还是走吧 我还是在区块钱 我还是在区块钱 你还是在区块钱 我还是在区块钱 那是否就像你 我还是在区块钱 那是个人 等等 我不认识 你做事 那是什么 事情 你 Gallمل 我差点死 找这么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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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小姐 你是以什么身份 来打这场官司的 张茉白的工作伙伴 地下情人还是妾室 张茉白现在没有意识 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代表了他的心意 有人说你只是突然没了靠山 不平衡 想趁机敲诈东亚一笔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喂 你们这是在表言啊 林先生 不要激动 陈小姐 你现在心情如何 紧张吗 各位 我今天站在这里毫不紧张 因为我问心如愧 我自信地把我和张先生的命运 交给法律 因为我相信法律 会给自己的公正的判决 来 请让一张 请让一张 来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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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板来了 陈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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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吧 是啊 陈老板 有不敢想啊 陈老板 去说一下吧 陈老板 陈小姐 陈老板 陈小姐 陈小姐 陈老板 陈小姐 陈老板 陈小姐 陈老板 来 陈老板 living anything 带着 陈老板 陈老板